哇 剛看完啊這個街坊的影片我發現 大家遇到的狀況比我顯像中還要來得多耶 對啊 在我們沒有辦法動的歌曲之下 我們還是可以做一些靈活的運用 像我自己舉例我的好了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100設計Q&A 我是Valia 我是Benny 那我們這次又上街頭去訪問啦 那我們這次訪問的主題是 小平素的NG設計 會有什麼樣的NG設計 我自己個人也好奇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現在就來看看街坊的結果吧 GO 因為本身房間都很大了 不知道為什麼要多一個書房 然後書櫃也有很多 本身的套房都會比較小 家具有些還是有點過大 房間跟廚房離太近 味道比較容易中一點 收納跟採光 採光很重要 就是收納然後跟一些動線的方面 衣櫃的空間不夠大 如果櫃子可以收納多一點會比較好 收納的地方可能就是 隱藏室空間就是比較比較好的 廚房是整個室內最複雜的地方 有水有電有火有排風 它的一個基本的設計基礎 是在於所謂的廚房型三角 冰箱水槽跟瓦斯爐的三個對應關係 會減少你移動的距離 增加你的效率 哇 剛看完啊這個街坊的影片 我發現大家遇到的狀況 比我顯像中還要來得多耶 對啊 不知道在看影片的您呢 有沒有遇過小瓶樹裡的NG設計呢 那如果有的話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跟我們一起討論哦 我們就透過這次100設計Q&A 來跟大家稍微講解一下 我們在小瓶樹的設計上 我們可能要留意的一些方法囉 那第一個我覺得我們剛剛從訪問聽到 大家都非常重視的是什麼 採光 嗯 不然你好像你家也很小對不對 對大概8-10坪而已 我們就只能用一些 就是人工商品去把整個空間照亮而已 現在一般如果你是買新寸物的話 大部分一定會有一個很棒的一個落地窗 就像我們剛剛街坊的民眾裡面有提到 就是喔他非常喜歡有落地窗的 這樣的一個自然光呈現 但是說實在的 我覺得在北部中古屋跟老屋還是偏多 很多時候你不一定真的能夠去爭取到自然光 那這時候其實我覺得人工照明 相對來講就是非常好的解套方法啦 那我覺得照明這件事情啊其實也有分兩種 白光給你什麼樣的感覺咧 我那時候第一印象就會覺得說 哇我進來好像回到就是辦公室 我沒有回到家的那種舒適放鬆的感覺 沒錯 那我覺得這邊也是可以建議大家 其實白光非常適合的用在就是比較 你需要專注度高的啦 就像剛剛街坊我自己也是這樣子 我家的白光打開就是使用在廚房 位於空間甚至是廚房 這些需要專注度或是觀察某一些事情的 一個空間裡面我覺得使用上會比較好 黃光其實相對來講它是比較有溫度的氛圍 它也很容易讓人家有一種放鬆的一個感覺 所以我覺得黃光的使用它非常適合用在客廳啊 如果是喜歡在客人沒有來 或是平常就是自己在家裡休息的時候 這時候黃光的使用就相對來講非常的好 那其實我們可以透過採光啊照明劃分區 因為屏數夠小了 有時候你做太多的一個格局動線其實也不太好啦 只要透過適當的照明把空間設定區隔出來啊 其實啊空間就會看起來變得還蠻舒服的 那就像剛剛影片裡面是有一個小朋友講到 他不知道為什麼家裡要多做一個書房 那是不是其實與其用隔間 還不如用燈光去劃分一個讀書區域就好了 我覺得不然你說對了 非常的聰明 其實答案就是這個意思喔 因為我剛剛提到 其實小坪數已經夠小了 你做過多的隔間說實在的 採光會被切割 當你的光線被切割的時候 你就不覺得每一個空間都看起來非常的亮 那除了剛剛提到的照明 在這邊也給大家一個比較小的一個工具 非常好使用它叫做調光器 你知道調光器是什麼嗎 不知道耶 如果你是使用白光跟黃光都共有的 這樣的一個燈區 其實你透過調光器 你可以從白光調到黃光 可以調它的色溫嗎 對可以調色溫 然後甚至還可以調光線的明暗 那透過這個東西 其實啊對於小坪數來講 它非常的好使用 因為它就不用一次買這麼多 黃光的燈啊白光的燈啊 其實相對來講它非常的好用 反而是同一盞燈能打到出不同的分位 沒錯沒錯 我覺得剛剛講到其實小坪數還蠻重要的 一個都是動線啦 嗯 但是我們剛剛街坊裡面 有民眾提到就是它的臥室在廚房旁邊 會有油煙的問題 對 那臥室在浴室旁邊就會有潮溼的問題 對 那剛剛有一個大哥很專業 他提到廚房近三角 真的 我覺得剛剛那個大哥 講到廚房近三角的動線 我真的覺得它太專業了 所以其實在我們沒有辦法動的格局之下 我們還是可以做一些靈活的運用 例如我們把家具跟櫃體的設定位置 好好的去思考之後 然後把它定下來 其實這會日後方便我們在 生活在這個空間裡面 可以住起來比較舒服啦 一般小坪數的規劃一定會有這些客廳 因為客廳就是一個主要的公共空間 像我自己舉例我的好了 雖然我們家空間還蠻大的 可是因為我有孩子 那小孩在對我們來講 客廳這件事情的位置是小孩的遊戲區 所以如果我今天放了一張非常大的茶几 其實相對來講 我就阻礙了孩子玩樂的動線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呢 其實我當時就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那不如我不要茶几 所以我們家是沒有茶几的 那我覺得舉這個例就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有時候你得去思考說 這些家具是不是真的 在我這個空間裡面是被需要的 如果你把它去除了 其實老實說你的生活動線就出來了 剛剛聽你這樣一講啊 我就想到我之前買茶几的時候 就沒有考慮到你這個問題 然後我就買了一個比較大的茶几 其實幾乎是把我客廳塞滿 所以我每次在玩Switch的時候 我需要一點空間的時候 我就要把它移到旁邊 而且你老實說你把它移到旁邊 也是阻礙了旁邊的生活動線 對就是旁邊就是變得更擁擠了 沒錯 那我們剛剛看到那個街坊 我發現講了好多次好多次 幾乎每個都有提到 那就是收納問題了 那我覺得對於收納 我們在這邊啊 其實也會想要就是告訴 分享大家一些觀念 就是說其實收納真的不是 做好做滿就可以了 因為最重要的其實是幫東西分類 那還有就是你要把區域規劃好 因為畢竟我們花了這麼多錢 買了一間房子 那如果它又是小坪樹的話 你做滿了櫃子 其實你就根本住在 跟住在倉庫裡面一樣 對就住在倉庫裡面一樣 所以我覺得在這邊還是提醒大家 關於你的日常用品啦 季節性的衣物啊 或是你的家電需求啊 還有甚至你自己 如果有個人的這個收藏喜好呢 從這幾個方向去下手 去做適合合理的這個收納櫃題呢 我覺得才是比較好的 那我們舉幾個例子就是說 譬如說像廚房 你就是要放鍋碗條盆 那你的日常用品 它可能就要存放在固定的一些公共領域 那主要是你自己的生活動線 所以其實是主要去了解自己的生活 需要哪些物品 然後去規劃出它們所適合的收納空間 就可以讓整個收納空間更 簡約更適當一點 沒錯沒錯 我們剛剛在街坊裡面有聽到 很多人很喜歡這樣的隱藏式收納 我覺得隱藏式收納蠻好的 說實在的我自己也蠻喜歡 因為好像關起來 其實你就看不到了 向下收納其實最簡單就是 我們自己家裡的床底下的收納就非常好了 對就是我每次租的話 我都是把東西往窗底下塞 對就是往窗底下塞 沒錯沒錯 的確我覺得 床底下的這樣的一個收納 它非常適合放一些大型的季節性的棉被 或者是一些毛巾 或者是一些比較少用的 可以要替換的一些物品 那剛剛提到這個個人收藏中 所以有一些人他喜歡 他自己有一些搜集一些 星巴克的杯子等等這些 那這些就非常適合 加入一些展示型的櫃體收納 那這種展示型櫃體收納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防塵 那二來呢 也可以每天看到自己心愛的 這樣的一個收藏物品 其實回到家 信心就很好 那之後啊 我們也會上一支就是 模型車的風格仔 如果不想錯過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喔 好啦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 三個關於小瓶數的基礎重點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記起來呢 我們再幫大家複習一下喔 第一個就是你要運用採光照明延伸 第二個規劃動線的機能化 第三個就是要高頻效收納 那在這邊也提醒大家 高頻效收納之外 同時也要斷捨離喔 那不知道今天的影片有沒有幫助到 正在打造小瓶數的你們呢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 那街坊啊 其實讓我們知道 就是蠻多人對裝潢設計 還是有很多不清楚 不了解的地方 而且影片底下留言也非常熱烈 真的耶 從我們開始 上次有一支講 新城屋裝潢預算 然後一直到最近一支的 統包跟設計師的一個不同之處 我們發現下面的留言討論 其實非常的高 那我們其實140Q&A都很期望 就是大家能夠多留言 跟我們創造一些互動 那目的其實也都希望能夠了解 就是真正的用戶 或是你們的心聲 到底在裝潢面上 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那我們在這一次的這個 這個同胞與設計師裡面 蠻感謝我們的 曼曼 黃俊仁 還有我們的 賴鴻魚 為什麼針對這三個人呢 因為我覺得他們很棒喔 他們把我們補足了一些 我們在影片上沒有提到的一些 裝修經驗的一些 心得分享 那我覺得其實我們都可以知道 其實裝潢這件事情還是要 你自己遇過真的遇過才知道 也不是說我們在這邊 提供大家一些比較基礎面的知識 你就一定可以百分百 不會遇到其他的一些問題啦 所以我覺得這邊還蠻感謝 他們三個人的 那其他其實也會接收到 我們的其他的留言 是好像說我們針對 設計師跟同胞 都是比較鼓吹大家去找設計師 然後不要去找同胞 那我覺得在這邊也是跟大家說 其實我們絕對沒有那個意思 140Q&A目的都是希望用中立的方法 來傳達一些知識 讓大家去理解 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去評估 我到底是適合找同胞 還是適合找設計師 沒有絕對的答案 那不管怎麼樣呢 我們都很感謝啊 各位在下面給我們一些留言回應 這樣子 遊戲 我們有在心裡 找到了 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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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